OK,接下来我们根据这个语线状态机的第三方的库 写一个简单的Promise 这我们只关注Promise的状态变化 Promise的一些其他功能我们暂时先不要管 因为那样的话就拼了主题了 等会儿先回顾一下Promise的一个语法 就简单回顾一下,其实我们都回顾了好几遍了 然后再是分析Promise是个有线状态机 这个我们在一开始讲的时候都说过了 Promise有散热状态以及这散热状态之间的变化 然后写代码,就是写一个我们自己实现的Promise 最后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测试验证 好,回顾Promise语法,这个地方大家看一眼 我就不再想一讲了,因为这个已经回顾了很多遍了 注意几个地方,第一个Promise是一个class 大家看NewPromise,Promise是一个class 所以说我们自己在做一个Promise的时候 我们肯定要首先要写一个class什么什么Promise classMyPromise这种的 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Promise 在处理化的时候要传一个函数进去 所以说我们在自己写一个Promise的时候 那个构策函数里面肯定接受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就是这个函数 叫第二点 第三点是什么呢 传入的这个函数要有两个参数 result和reject 如果成功了就执行result 如果失败了就执行reject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是什么呢 第四点是 最终生存的这个Promise 返回Promise它有个.zen 所以说我们Promise是一个class 是一个类 那我们这个类里面肯定要实现一个.zen的一个方法 这个.zen要接受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 是这个result执行的时候要出发的 第二个参数呢 是这个reject执行的时候要出发的 这个是Promise的基本语法 好,我们再说一下这三点 第一点是Promise是一个class 是一个类 第二点呢 是Promise在new的时候 在处理化的时候要传一个函数 第三点是这个函数里面要 接受result和reject的两个参数 成功的时候执行result 失败的时候执行reject 下一点 第四点是返回到Promise 有一个.zen的一个方法 然后.zen里面有两个参数 都是函数 如果是result了 我们就执行第一个参数 包括下面这个第一个参数 如果reject了 我们就执行第二个参数 这都是Promise的基本语法 这四点大家要注意 我们等会演示的时候要重点讲到这四点 然后这个之前就讲过了 就是Promise三种状态 Pending,Fulfilled和rejected 准备状态成功和失败 然后呢 我们可以由Pending到Fulfilled 或者说由Pending到rejected 但是呢 不可逆向变化 这是Promise的一个基本的标准 OK 那我们就根据这项目看一下 首先我可以看第二个代码 就是我们说过Promise是一个class 所以说我们在自己定义的时候 我们叫MyPromise 可能也是个class 然后我们说第二点是什么呢 Promise在new的时候 要传入一个函数进去 所以说我们这个MyPromise 这个Constructor里面 要进入一个FN这个函数 然后这个函数呢 要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 是Result 第二个参数是rejected 大家看 我们这个函数来之后立马去执行 执行的时候要传入两个参数进去 第一个参数这个函数呢 是传到那个Result那个参数上 第二个这个参数的函数呢 是传到reject那个参数上 大家结合我刚才讲的第一点是class 第二点是要传函数 然后函数要留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就是我鼠标这个地方 这个Result 第二个参数呢 就是我鼠标这个地方 这个rejected OK再往下讲 然后Promise要实现一个.zen的方法 大家看这儿 .zen接受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这个成功的回调 第二个参数是失败的回调 但是这个成功回调 失败回调呢 我们肯定是在这个Result 或者说reject出发的时候才会执行 我们不会立马执行 所以说我们先把它推到两个数组中 就是两个数组 好 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两个参数 分别推了这两个函数 然后这数组中分别又都有两个函数了 就像刚才我们截图中那两个函数一样 然后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们现在图片加载完了之后 执行了result了 就是执行这个函数了 执行这个函数呢 就会出发什么呢 出发这个fsm.result 然后this fsm就是状态机嘛 状态机模型 跟我们上一次演示的一样 然后如果我们执行了这个reject了 我们也要执行这个fsm.reject 这两个其实是什么呢 这两个其实是我们 在定义状态机的时候 定义的两个name 大家看一下 这个状态机的模型 跟刚才演示的那个基本差不多 只不过是内容我们改了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模型里面 inmate的状态是pending 这个也符合promise的标准 然后transition呢 transition里面 name等于result name等于reject 然后result呢 是把状态由pending变成了fulfilled reject呢 是把状态由pending变成了rejected 然后下面呢 到时有两个监听 一个是unresult 一个是unreject 大家看这两个name 第一个叫result 第二个叫reject 这个正好是什么 正好是我们在这儿 就是执行promise的这个result 和jax的时候去触发的这两个name 我们说过啊 之前只要是这儿定义了这两个name 然后下面就可以直接去触发它 这也是我们这个第三方 这个酷的一个运行机制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当我们触发了之后 比如说我们触发result了 状态同pending变成fulfilled了 然后我们肯定也会触发 这个unresult的事件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通过参入传递 大家看 我们执行.result的时候 会把this传过去 this就是当前这个promise的一个对象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this.successlist 获取.zen里面 这个所有的往success添加的 这个汇料函数 所以说在这个unresult里面 我们可以通过第二个参数data 来获取到传入的这个promise的实例 然后呢 通过.successlist 就获取所有的这个 成功的回家函数 .for each 然后直接去执行 调用就行了 好 reject呢 其实也是这么一个道理 这儿大家听了 可能会有点糊涂 没有关系 我们就简单的来 给大家演示一下 把这个一面中的这个button 先给它删掉吧 因为不用了 好 然后把这个index.js的内容 我们也先 留住这个第一行 剩下的山脚 好 那我们就写一下 根据我们PPT的内容呢 我们肯定需要什么 需要一个状态机模型 我们就还是用这个fsm这个名字 然后new什么呢 new这个machine state 好里面传什么呢 innate 这个地方 我一边写了一边解释 我保证什么 我保证我写过的 大家都理解 如果遇到不理解的 我们就先停下来解释再写 innate是pending 就是初始化状态 这个promise初化状态 是pending 这个大家都应该是没有问题 transitions是变化 变化就是我们 也是一个数组 我们定义两个 第一个name叫什么呢 第一个name叫result 它是从这个pending 这少写了一个冒号 从pending转向 fulfilled 好 这是第一个转换 第二个转换呢 name叫reject 大家记住这两个name 一个叫result 一个叫reject 那result 是从pending到fulfilled reject 那肯定就是从什么 从pending到rejected 这个就是promise的一个 状态变化的标准 初始化是pending 然后从pending到fulfilled 从pending到rejected 名字分别是result和rejected 写一个注释啊 事件名称 这儿呢 也是事件名称 好 这是状态变化 然后 nestars 我建议大家跟我一块写啊 一边写了你就能明白了 然后监听什么呢 监听result 就监听result 就监听成功嘛 所以说我们根据 我们直接写出这个onresult 就可以了 然后function 这儿呢 监听的函数是什么 第一个state是什么呢 state就是当前 这个状态机的一个实例 data呢 就是传过来的参数 我们这儿简单写一下 state是什么呢 是当前状态机实例 然后data是 执行这两个事件 执行这两个事件 其实是什么呢 根据我们之前也是 其实就是fsm.result sh.result 就是执行这个re道 我实际上 他xx传递的参数 就是这个 我们这个data 接受的就是这个xx 不管它是什么 好 我们这儿先不写啊 因为写了之后 可能会 划度有点大 我们先不写 我们先写那些 可以理解的 监听reject 就先听失败 onreject 然后函数的意义也是一样的 state data 好 这样的state呢 其实也是当前状态机的一个实例 然后data是什么呢 data就是执行事件传过来的参数 就执行什么呢 执行这个reject这个事件 其实就是这个fsm.reject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传递的参数 ok 内容我们也先不写啊 好 这就是状态机 状态机的模型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写什么呢 要写一个定义promise 就是promise的一个class 好 这儿我们肯定是 我们说过哈 promise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class 我们把名字叫做mypromise 然后 我们就这儿先写这个测试的代码啊 一边写测试代码 我们一边完善这个mypromise的这个代码 比如说我们 根据常规的这个promise的演示啊 我们用一个load image来演示啊 然后cast promise 一般是promise这么写 处的话promise要传一个函数进来 而且这个函数呢 立即要执行 执行的时候呢 要接收resolve和reject两个参数 根据这个机制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mypromise该怎么写啊 肯定就是constructor里边 我们要接收函数 然后这个函数在执行的时候呢 因为函数里面 它还要接收两个resolve和reject两个参数 那我们要传入两个函数进去 好第一个函数 第二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就是这个resolve函数 这个函数呢 就是这个reject函数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true化promise的时候 要接收一个函数 就是传一个函数进去 然后这个函数会立马执行 执行的时候呢 要传两个参数 这是第一个参数 这是第二个参数 然后这两个参数呢 分别会被jartresolve和reject进入到 然后我们就去写我们测试的代码 比如说我们定义了一个image 复制成documentary create element image 然后这个根据我们之前promise的这个演示 我们这就直接写了 不过多解释 unload的时候 我们去什么呢 我们去执行这个resolve函数 也就是说 在unload成功的时候 我们执行的是这个什么 resolve 执行的resolve就是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函数 然后这个image点 unerror的时候呢 我们执行的是reject这个函数 那就是执行这个 其实就执行这个 也就是执行这个函数 最后呢 我们把这个image点 src复制成src 好 这是我们的promise的定义 当然最后我们要返回这个promise 那promise的定义是这样的 promise的使用怎么样呢 我们弄一个src复制成 我们弄一个地址 我这搞了一个图片的地址 当然图片的地址 大家随便弄一个就行了 好把它烤上来 接下来我们怎么用promise呢 我们通过这个load image 然后把这个src传进去 然后这个image返回一个promise 这个我们就不过多解释了 我们之前都已经演示过很多次了 都是这么一个套路 好这样的话呢 这个resolve其实就是这个promise 返回这个promise实例 然后我们要怎么使用resolve.zen 然后一个函数 还可以接触第二个函数 这是promise的这个使用方式 然后这儿我们比如写一个consul.logok1 然后呢 这儿我们写一个consul.logfile1 好 然后我们再接着写另一个 我们还可以写第二个dlzen 第二个dlzen我们写成ok2和file2 大家可能以为这儿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链式的方式 直接去写 但是我们这儿实现的是promise的一个 状态变化监听的功能 所以说我们这个链式操作 我们就暂时先不要管 好 那我们这儿写了这个两个dlzen之后呢 我是为了去通过这种方式呢 回过头来去完善这个mypromise的这个方法 当然你这个resolve是返回的promise实例 它有dlzen 那肯定我们mypromise的这个class里面 肯定也需要实现这个dlzen的方法 dlzen的方法呢 我们接受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success函数 第二个呢是file的这个函数 当然你执行dlzen的时候 你肯定不会这两个函数立马执行 因为这两个函数按照定义 第一个参数都是在这个resolve出发的时候才会执行 第二个参数呢 都是这个reject出发的时候才会执行 所以说我们就把这dlzen 接受这两个函数先暂时存起来 所以说我们得写一个什么呢 我们得写一个存储的地方 我们就success list吧 一个数组 然后this.file list 是一个数组 所以说我们在实验dlzen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this.success list.post 把这个dlzen的第一个参数传进去 然后this.file list.post 把第二个参数给它传进去 这样的话 其实这个dlzen的功能呢 就已经能满足我们这的要求了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还缺什么呢 我们还缺 就是我们在坚定dlzen的时候 已经满足要求了 但是我们如果是真正执行这个resolve 这个dlzen里面的这些 坚定函数 就怎么去出发这个success list 和这个file list这里面的函数 好 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就是通过桌台机来出发 就如果是这个resolve执行 或者说reject执行的话 它其实是执行的是这个函数 或者是这个函数 那我们干嘛呢 我们就需要执行这个ffsm.resolve 然后把this给它传过去 同理 fsdrreject 然后把this给它传过去 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是什么意思呢 以及这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我们说这个是什么 这个其实就是 专材机模型的一个变量 然后tlresolve tlreject 其实就是我们这 transition里面定义的这两个name 那当我们去执行这个 dlresolve dlreject的时候呢 包括传入一些参数 它就会干嘛 它就会根据这个状态变化 去变化状态 同时呢 去触发这个接链函数 那接链函数呢 就是这两个 我们还没有开始写 触发接链函数干嘛呢 触发接链函数 无非就是想 我们在resolve的时候呢 想去把这个success的这个list 给它便利出来执行 然后reject的时候呢 想把这个fuellist的这个东西 便利出来执行 所以说我们根据之前 写的这个注释 就是这个data 获取的这个fsm.resolve 获取的数据 大家看一下 data.resolve 传入的是this this是什么 this是这个mypromise的这个实例 这个实例上有这个 data.successlist和data.fuellist 所以说根据这个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data data就是接收的这个 mypromise的实例 data.successlist.for each 然后直接去执行 就ok了 便利出函数直接去执行 然后包括这个 unreject 就是失败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监听这个fuellist 来执行就可以了 好 到这儿呢 其实程序基本上就已经写完了 我们先看一下效果吧 好 再跑着呢 好 我们刷新一下 ok1 ok2 ok1 ok2说明什么呢 说明是 我们直接看下面这个测试用力 说明是我们通过这个src 就是这个图标的地址 图标里面里面返回一个promise 然后promise.zen里面呢 我们传了ok1 fuel1 以及呢ok2 但这个图标地址是可用的 可用就是加载成功了 加载成功呢 我们肯定预期的是 要执行这个.zen 两个.zen里面的第一个函数 也就是说这个和这个 就是打印出来ok1和ok2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代码呢 是完全是ok的 这块呢 其实我们讲的时间已经不短了 可能会稍微有点绕 但是如果你第一遍没有听懂的话 这个其实也比较正常 因为当时我在整理这个的时候呢 我也是整理了有一段时间 不是说我上来之后 我就皮里啪啦 把这七八十号代码一块 一下子就写完了 我也是需要稍微捋一捋 才能给大家讲的 虽然说看似我们这一小节啊 20分钟讲完 但是我需要整理的时间 可能是需要花40分钟 那你需要理解的时间呢 可能也需要40分钟 甚至是一小时 所以说这个地方 我建议大家多看两遍 多写两遍 我觉得通过我们用这个库 以及我们刚才 用这个库演示的这个收藏 和取消收藏的这个例子 以及我们现在演示的这个 模拟这个promise 状态变化的这个例子 状态模式这个概念 应该是能直接深入你的内心的 那我们最后呢 我们花几分钟时间 做一下实际原则验证和总结吧 状态模式 它是将状态对象和主力对象分离 这个我们都已经说过两次了 第一次演示的时候 第二次是讲那个 预线状态机的时候 就是state和contact要分离 然后状态变化单中处理 如果是不分离呢 你状态变化 你可能就混在一块 用很多fls来处理 这样的话会非常的麻烦 这样一做肯定是符合 看法分离原则的 这样就不用说了 OK我们做一个总结 大家想一下 大家想一下当时的介绍和实例 状态模式呢 我们说两个要点 首先一个对象 有状态变化 这个很正常 我们举了好多的例子 然后状态变化的时候呢 它肯定会有一些逻辑的处理 这个逻辑的处理呢 我们就需要单独写一个抽象的 一个状态的一个class来去处理 而不是说我们混在一块 用很多fls来处理 这就是我们的初衷 实例呢 我们是举了一个红绿灯的实例 就是这个比较贴云生活 也比较好理解 UML类图也是 大家想想UML类图 左侧是一个state 右侧是一个context 然后state里面去执行 这种状态的出发 context里面呢 去负责状态的管理和获取 就是把它两个分离开 实用场景呢 首先是引进了一个第三方的插件 然后呢 演示了一个收藏和取消收藏的例子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然后又接着去演示了一个 promise状态变化的一个例子 这个也是比较贴近于开发的 好 那我们到这儿呢 这一大戒就已经讲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